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2282章危机 树下面有一捆电线 电线里面一闪一闪的亮着红芒 就算是用绞杀去想 也会明白电线里面缠着一捆炸药 而且看对方的架势 这捆炸药恐怕还是一些烈性炸药 对方的速度简直是超神的速度 叶浩轩来到养殖场的院子里 时间绝对不会超过一分钟 但就在这一分钟内 敌人已经以他根本没有察觉的速度冲到了屋子里 然后把梁倩给绑了起来 这让叶浩轩感觉到震惊 这是什么速度 超光速的吗 以他精丹大成的实力 都达不到对方的速度 我们最好还是谈谈 因为我自信我的速度比你快 黑衣人发话了 他的声音又杀又哑 就好像是重金属摩擦一般 让人听了感觉到极度的不适应 不错 我承认 你的速度很快 叶浩轩一点头 他从来不谦虚 但是他也从来不自大 因为对方是比自己的速度快 呵呵 医圣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对方点点头道 是不是很惊讶 为什么我的速度会比你更快 对方呵呵一笑道 大千世界 无奇不有 我不认为 我自己已经自大到无敌的地步了 至少比起玄武牙 我还差得很远 不过 你不是玄武牙 叶浩轩道 哦 为什么你会这么认为 对方笑道 玄武牙觉得 我是一个小角色 他对付我 不会自己出手 或者说 他直接把我杀了 反而显得他的人生无趣了 所以 他要慢慢地跟我玩 嘖嘖 大名鼎鼎的医生 居然被人当作耗子一样地玩 真的是件害人听闻的事情 对方点头道 这个世界 一向是强者为尊的 叶浩轩笑了笑道 他是这个世界上 仅有的强者 所以 他有傲视这个天下的资格 对此 我不感觉到 有什么好奇怪的 所以 你也不用变这法子嘲笑我 或者说 你把那个女人放下 我们打一场 叶浩轩向吊在树上的梁倩说 梁倩现在距离叶浩轩有一段距离 但是叶浩轩明显地看清楚他痛苦的表情 我不跟你打 因为我打不过你 黑袍人摇摇头道 我也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 哦 你打不过我 你还来招惹我 你是不是在找死 叶浩轩无语地说 正是因为打不过你 所以 我才来挑战一下你 黑袍人得意地笑了 而且 你的速度 绝对快不过我 这是我的优势 没错 这是你的优势 叶浩轩一点头道 一个人的速度居然快到这地步 你是光速吗 我当然不是光速 但只要我比你快就好了 黑衣人呵呵笑了一声 就在这个时候 叶浩轩发现另外一个黑袍人 从一侧走了过来 他竟直向这与自己对话的黑袍人走去 他没有停的意思 然后两个人就那样 不可思议地重叠到一起了 原来你不止一个人啊 你的分身 也挺有意思的 叶浩轩恍然大悟 难道在自己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 黑袍人 就把梁倩给捋走了 原来 这家伙会分身啊 这就让人有些头疼了 跑得快 又有分身 而且梁倩距离自己有一段距离 叶浩轩想要出其不意地救下他 恐怕有些难度 不错 我是有分身 黑袍人的声音轻了轻 在这个分身进入他的身体之后 他的声音居然变得清晰了起来 但是在叶浩轩听来 多多少少还是有些别扭的 恩 你说吧 你到底是怎么样 你的技术已经炫够了 现在我该知道你是谁了吧 叶浩轩一点头 他奈这性子和这家伙磨 首先他要弄清楚 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头 无他 我只是想让医生为难一下 我知道 我杀不死你 但是因为你太强了 所以 有些人感觉到不安了 所以 他们一直在实验 想找到能杀死你的方法 黑袍人笑道 比如 永恒之水 叶浩轩道 不不 那玩意现在已经被我们淘汰了 黑袍人微微地摇摇头道 现在 有一种新玩意上市了 它是专门针对你的体质研究出来的 呵呵 我很好奇 凤魂的不死之躯 遇上尖端的科技 到底哪个更强一些呢 我也想试试 我想要试试 到底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东西 真的能把凤魂给抹杀掉 叶浩轩微微一笑道 你很有耻无孔啊 黑袍人盯着叶浩轩道 不过我觉得 做人 不但不能太自信 而且也不能太嚣张了 我的自信 就是嚣张 叶浩轩笑道 我没有时间 和你在这里磨了 黑袍人看看时间 他向叶浩轩抛出了一个物体道 注射这个玩意 让我看看 你到底会不会死 凭什么 叶浩轩道 你说让我注射 我就注射 就平掉在山崖上的那个女人 黑袍人微微一笑道 如果你注射了 那个女人就不会死 如果你不注射 我保证 她会被炸成一团渣 我真的很看不起你们这种人 时不时的就会拿女人来做人质 叶浩轩皱折眉头道 因为这是医生的软了啊 拿女人对付你 一向是没有错的 呵呵 黑袍人道 时间不多 要不 你试下试我快 还是你快 不用了 刚好 我也想尝试一下 这玩意对我到底有没有伤害 叶浩轩笑了 她捡起了地下的银色圆筒 把圆筒打开 只见里面有一个注射器 每次的套路都是一样的 颜色都一样 叶浩轩笑了笑 她把这根绿色的液体 打入到自己的身体 然后把手中的针筒丢到一边道 行了 我注射了 这一下 你该满意了吧 呵呵 医生果然是个实实物的人啊 黑袍人笑了 她取下了自己脑袋上的黑袍道 我知道 你一定非常想知道我是谁 所以 我就不用你多废话了 我直接掀开给你看 眼前的这个人 赫然是前不久才见过的银湖 这家伙的声音能多变 而且身上的气息也能多变 叶浩轩一时间居然没有认出来她 在这家伙的声音能多变 我认识了